因此我们决定公布这物流中心的名称 叫做日益物流 日益文化行销公司 桃园市长郑文灿公布爆发群聚感染 被勒令提供的物流公司名称 呼吁有业务往来的公司跟车队 务必要站出来裁剪 因为桃园3号新增7例本土确诊 两例又与物流公司相关 有新增两位来确诊 一位是员工一位是家人 所以总计这15位确诊者 有12位是员工 有3位是家人 新增确诊的员工案19051 在物流公司一楼B区 也就是主要群聚感染的地方工作 还有则是还没列案号的19027 员工家人也染疫相关疫调持续进行 市府目前匡列267名同区员工 要进行14天自家隔离 806人预防性隔离5天 2月6号要二采 加贝尔幼儿园新增一人 他是19052 他是1864 684的这个陪病的父亲 那这个已经第四次 有陪病来的感染 除了加贝尔再增一人 也多了一起家庭感染 一境外四本土 感染源疑似就是刚从大陆 工作返台的男子 案19042 检疫14天后 1月30号解除隔离 采检阴性 繁家自主健康管理 却与四名家人都出现症状 采检后阳性确诊 大年初三 桃园再新增个案 足迹看来也会继续增加 就算过年防疫工作 还是没有送谢本钱 TVBS新闻林志文 徐云亭桃园报道